接下來,這個關鍵是關鍵性的因素 Critical Thinking,我們叫做Critical Factors 即是一些社會的影響,譬如政府主導去建一些骨灰庵 因為這個骨灰庵,有政府在骨灰庵,那個關鍵的性因素是甚麼? 這個就要你們說了,如果指出關鍵的因素 你的答案自然有很多有說服的意義都出來了 骨灰庵這些事類的關鍵性在這裏 可能你集中在倫理人,即是中國人和華人的倫理 即是中神典,要孝敬我們的先人等 所以政府就有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 要他們的一些骨灰庵,使得人不單止身有其所 病有所醫,而中有所助 這個就是關鍵性的因素,倫理 如果你是從經濟學科去看,就是市場 給得起錢的就有更漂亮的骨灰庵 沒有就隨便坐 為甚麼不將這個丟給市場 讓市場去決定誰有不符合誰有 沒有就遠一點 將香港撞不到,深圳撞不到,回去新疆 遠一點,撞到 這就是市場的負責任處的心態 但起碼我覺得你們要有理性 提起這裏走新疆,坐在你的市民 通不通正 即是我們大學生成一個 香港撞車,要怎樣打他 我們說,堵結所有車樓,不可以入口 兩年,但這輛路的車下路都消化了 他們就不會失踢了 這些是很有創意性的答案 但這些人是理性 亦都不會有些符合現實 不是關鍵性的事 譬如關鍵性的因素,得到 反覆思考 對一個問題來日本人 我們經常說日本人 為什麼經常都不向我們中國人道歉 反而很多人 為什麼還要去拜神社 這個課題 我們首先要拼搭民族思想 最重要是Skilling Type 如果吃點東西,我走了 我說過,六十年前 如果是戰爭開始,六十年前 是否一定要記住歷史的東西 我已經搞好在選舉時 都說過絕對 歷史教育的最高的理解 不是要傳播受難和報復 而是要明鑑過去了解世界 這些也是反覆思考之後的一個答案 但起碼你再討論一些時事 和歷史的因果、得失的時候 一定不會反覆思考 站在別人的網路上 如果真的有犯錯的話 是否應該下一代代 上一代代導致呢 他說不可以 德國也下一代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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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博常說人、歧視說人都不適合 其實不適合 你可以從哪裏反覆思考 但是起碼在這個博物上 我們的博物上要做到一部 好了 接下來就是要有些創造性 如果人運業運 大家的傳媒所說的 你抄一次 不會決一次 你總會得很多勞動 不會有高分 因為你沒有創意 所謂創意就是月捲圓的知識水平 就是被你遲不了 你就有創意 或者社會沒有人說過 你是首屬國 或者少數人的意見你將它撲大 這就是創造性的 iPhone Steve Jobs 過身的圖 你將那個圖陷入去 這個我們叫做創造性 這就是小人做 或者首屬做 就譬如我們現在這個科幻世界 軍事世界 我們講到我們的教育制度 應該如何進行呢 小型的小型教學 你可以用這個叫做 i Education 去講 用iPhone 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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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ducation iTeacher i Boyfriend iGirlfriend iGirlfriend iAnna 這些就不會是說 你先說 就是有創意的進食 有一個創意的進食 例如說 Steve Jobs 你不要玩這幅圖 他說 翌日 Steve Jobs 在天堂 他會不會用iPhone呢 他的Facebook 會是怎樣的呢 這些是有些水平思考想出來的 水平思考很簡單 例如說 你不要單方面的體現 是立體的樣子 例如給你一杯水 一杯水 就是一杯門 也一杯空 這是水平思考法的一個出來的答案 水平思考法 我們應該叫做 Horizontal Thinking 或者Natural Thinking 是同平時不同的 例如給你一本書 給你看 通常你懶惰書 你聽不懂呢 就看完書數了 有些會看哪個出版 做哪個作者 有些會出去看一個面販 這就看了頭 看了尾 有些水平思考 看了背景 看有多厚 摸它是甚麼紙質 多少磅子 是否採成任賊的粉紙 這些就叫做 多方部的水平思考法 你做的時候 有很多新鮮的漫畫 這個 我舉了幾個例子 是我曾經識過的 所謂的水平思考法的結果 第一 我走了這個字 這個在說甚麼叫做 領袖場合 可能你也試過 領袖法律班 中大也有說 Leaders 訓練 這個Leaders,我們就用ABCDFG 用一個Alphabet來做一個字頭 去講一下,要做Leaders出來 用Vodacious,就要很意境、知道方向 要很Modulate with Charisma,很信用 又很Covid,又很自信 又很Democratic,又很民主 這個民主裏面,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不單止是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這些都是民主主義 現代的民主主義最重要的是with the people 政府是跟人民一起的意思 如果用with the people去講你的政治思想 你就已經超越了教科書所講的民主主義 做得好,你就不是to the people 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做給人 不是為人而做的,做給他 那就是有一些家長的民主 這些就是我的一個BBCDFG 好了,第二,你處理一個通識可食的時候 不妨用這些字頭去想一想,去答 如果你在15分之內說七樣東西,就很難 不妨用三至四個,舉到林志偉 什麼叫領袖的角色呢? 我就用CARD幾個字頭去交給他 就是Leaders Care 第一,他是communicator 他能夠去擺平你的屬下的 代表這些人 好像這些老雞 幫人抓一益 保住那些同事的教訓 另外一個就是Clear 我的權力外面 在哪呢? 政府權力外面 是Clearly for the people 包括CM,E,A,R,E 這些五種的權力 Coercive power就是政府能力 要迫你做事 Legific power就是沒有人反對你的 你是正式通過有法律支援 基本法給你有Expert power 就是你有專業的水平 Award power就是沒有洩給分數 你做得不好就不給分數 要罰你 這個就是Award power 最後一個Power reference power就是 人們做決定的時候 要找問你 這個就是保皇黨 就是黨領袖 它有很強的reference power 中聯版 就有個reference power 香港的政界人士去摸一下底 這個就叫做reference power 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基礎 是拿著Clear 在一個短短的 考試、面試、答案的討論 就是你會有創意性的答案 亦都是令到你的答案 很有強烈的成就感 好了,重複一次 我們用這個態度的立場 這個手法 我們最終的目的想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用強烈的分析 Analysis 從這個分析 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了解 理解一下那個課題 的內路規密 而最終就是真理 真理可以是主觀 可以客觀 也可以是絕對 也可以是相對 如果覺得真理是絕對的話 就是不理你信不信 都會存在的 神是真理 愛是真理 人的生命永是真理 如果你說真理會有客 是相對的話 就是私所說的 privilege 就是對自己的教育好 教育水平相對提高的時候 就給了 就很少 不夠的時候就不給 所以窮的國家 你不給 對很多人才可以 有錢的國家 給得起 大家知那個gap 就給了 就等於我們說 香港竟然應該普選大手 但絕對真理 就認為 選舉是私民權 所以一定會補選 如果你說 不是以為真理是黑 相對的就是說 香港的市民的知識水平 是不是成熟 會不會選擇 政治的批判能力強強 不行的話就不服辭了 這個就是談判 和絕對相對 好了 我們都從這個 學到這四個Friendwork 這個思維教構 的契道立場 去達到一個分析 如果你的通識 處理手法 四個都做到罵 我擔保你一個非常受歡迎 公訓的意義 但是 你都要留意 你的表達的意義 你做過以下這些事情 第一 有個語言表達人力 詞會要豐富 文化不能錯 尤其是英文 文化不能錯 你可以從這些參考裡面 拿一些資料 例如世界笑話集 講一些笑話 例如說 你說什麼叫做外交 什麼叫做大使 或者領事館 那些說話就是 Ambassiners are those who lie up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untry Lie upon 就是說在外面 住重的 也可以說在外面 車台炮 很方華 所以外交 搬 其實在外國 就是要去遮掩這些事實 但是一語相關 這些很多人 在世界事實上都有 我請大家不妨一兩句 到尾需要的實力都出來 尤其你準備考試的時候 每一個課程的社會激進歷史 人類、宗教、物理、心理、醫學 你都想著一至兩句話 放在你的口袋裡 用一著的實力實力都出來 但是你找什麼做 這個是無禍令不明的 同時一套意誌要多些 例如善良、人愛、人道、人正正 直相、誠實、坦誠 都是那些話 但是你從一個文章裡 不要試此地用回善良 它是善良的 武生是善良的 無是善良的 這就是我們叫做詞匯的憑法 豐富不同字眼的文章 會拖很多分 好,時間關於發漲轉聚了 有對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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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戀 有對戀 三月八月婦女節 有對戀 他們就被一生的人雙手手 雲一和雲二的 他們不可以去留 他們都千雕百雅 萬中一生 千和萬 一生就不可以得到一生 如果你在香港 香港人應該在婦女節 放大假 公眾假期 他們不妨拋這些說法出來 這些不妨歧視規定 需要的時候就要出來了 或者拖一些人 譬明人的言語 譬如買這些狗 上一屆四季選舉的時候 他擺個力量在桌 他說 我很厲害 譬如說他 因為他欣賞我的優點 包容我的缺點 指出我的慢點 和改善我的慢點 說出來 他們覺得 挺有聽到的 是有點順利 和人吐欲 這一類的說法 不妨可以掏出來說 一個政治的領袖 應該有一個在後裏之門的婦女 跟著你們的最可文章 最好是四字詞語 譬如說 自兵與自本 斬送與盡根 秘敵的蜂王 以立正國 這一類的四字詞語 尤其在三四個像 走圍上像 那些四字詞語 會多一點 奉義詞 這兩句是我自己作的 是一個 辯論隊的一本書 裡面的一個罪 說雙順辯論隊 這本書法則不是天書 不是秘笈 不是人記 有一個時候會抄不記 那些四種不同的東西 在同一個詞語裡都說出來 它不是A 不是B 不是C 不是D 而是E 令到讀者聽到 老師覺得你那個思行思維 很闊 你會從不同的國度去說 而之後 赤字之三 記下他的心得 書法人的經驗 可得之 那也就是這樣 那也可能同時顯示出 同一個態度 你會編起碼三次至四次 它是赤字之三 是一個心得 是一個書法經驗 那你便是非四 又是視三 那你這篇文章 我見透了很多 又或者 你在這裡 第二句 就是觀摩所得 言習所知 教會所益 這本書也是穿出來的 那就是 由觀摩 言農知 教會益 用幾句說法 將同形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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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最後一句就是 我相信小夏建立教師 讀者便記循深步 論名循異用 這也不是很疑問 但他就是 力解釋到我的內容 是怎樣 自己做出來的 可以順手於內容重心所用 教會這個例子 老師可能會更加多 語言表達能力 要豐富之外 立場的清晰合理 你的謎章 一開始就說 我贊成這個考慮 我反對這個考慮 然後你用事實的配定資料 送字典範法等等 要Body 用送字去支援技術法 英文是用來的 Let the figures speak for themselves 用送字去使用 而不是用你的口號 你未得雙齊圈的 stereotype 去使用 好了 你一定要爭論點 多角度 要爭論點 多角度 起碼這個論點 要反覆而思考 還有從多科制 多角度 叫做multidimensional interdisciplinar 去分析那些事 接著你就說 我就是這樣 正 然後將可能的反的理由 都列對 再次反應一下 我的立場是這樣的 反對我的立場 可能是ABC 我認為ABC都不成為 因此 我的正的意見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正的反 反結一下 一定要結構性 要代表出來 最後 你的文章 要進入總結 總結 要呼應 開宗明言 那個立場 最後我又獨立做到 不過 有什麼漏洞 還未做 這樣報告的總結 也是帶來今天我們的總結 我今天總結 就是我試圖 將處理通識 過程中的 批評性思考的定義 和手法 讓大家分享 是很親像的 就是在室內教有泳 隔空去教拳法 那樣 只有他之前 如何運用出來 就是實際的體驗 在實際的體驗 才可以做得到 最後 謝謝各位 細心靈體 很樂意 再跟大家 希望第二個 二十年之後 謝謝各位